你还得学习 其他的事有他爸爸的 你能干什么 我跟你说 我得想办法 让我儿子在学校里露脸 怎么露脸 你还找机会啊 前两天老师让做那个 亲自手工作没做 南瓜灯 做了 怎么做的 就是上市场 买一南瓜 回来抠俩眼睛 然后抠一嘴 按个小蜡烛 让孩子敌了场 就那么着 敌了场 不是你儿子是你亲生的吗 你儿子 你怎么说话呢 你就不能对儿子上点心吗 我怎么又不上心了 南瓜灯都这么做 都这么做 你这么做 老师知道 奶南瓜是你儿子 不是 奶南瓜灯 是你儿子做的 那你怎么做的 我可下了心了 哦是啊 第二天老师留完诺业 知道吗 我上市场 我买这么大一冬瓜 不对 人让做南瓜灯 你买一冬瓜 怎么呀 冬瓜个儿大 个儿大 个儿大里边那坛就大 坛大里边 搁的东西就多 你打算放点什么 大冬瓜 刁鱼南瓜 脑袋上钻几个眼 钻眼 C成钻天猴 连上电 一变着就聪 聪 眼珠子里 安着ILD小灯泡 吃成黄里青蓝紫 就这么好看 哎呀 嘴里头 安一个迷你的小加湿器 这干嘛 呼呼冒白烟 哎呦 哄脱气氛 是啊 最主要的啊 最主要的 里边得安一个露音机 露音机 小露音机 干嘛 循环播放一句话 说什么 李老师你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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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马屁都让你拍出花来了 我真疏了我 你说老师看完这能不高兴吗 还高兴 第二天一早 我儿子扛着 声光电一体的大动物就去了 上学去了 到网上下学老师说了 同学们 是 把我们的那个南瓜灯 都拿出来吧 对 我儿子把这大动物 蹭往这一立 跟个小炮弹似的 哎呦 全班同学都看傻了 谁见过这个 老师把教室灯这么一关 嗯 那教室里漆黑一片 黑啊 伸手不见五指 哎呦 他们那个灯点亮了 没多大关 是 我儿子露脸的机会来了 来了 咽这电脑 你就看你钻尖猴啊 就窜了 窜了 眼珠子里 冒绿光 哎呦 嘴里都呼呼 往外冒白烟的 哎呀 正美着它坏了 怎么 动我啥没掏干净 啊 喇叭受潮了 是啊 说出来不是人动静 什么声啊 李老师你辛苦了 哈哈哈哈 李老师你辛苦了 班里头闹了鬼了 就这一嗓子要了亲命了 哎呦 全班三十多同学 嗷一嗓子就出去了 谁不害怕 老师都下桌子底下了 要命 他这还喊呢 喊什么 快去请如来佛佐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